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光 《雷神》第四集大家看了沒有呢? 如果沒有看的話就快點去看 因為之後我會有劇情地說一下 為什麼我會希望這部電影有導演版 準備好了沒有呢? 過了片頭之後我們就馬上開始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頻道 我們的頻道主要是做一些影視的評論 每個星期二、四、六都會出片 希望大家可以追蹤我們,支持一下 如果你未看《雷神》第四集的話 你可以看看我們上星期做的 劇情簡介和短評 或者先去戲院看這部電影 之後我就會講一講我對這部電影的感想 在上星期三我看完《雷神》第四集 《愛與雷霆》之後 離開戲院的時候我的心是有點不舒服的 我整理一下我自己的思緒 為什麼我會不舒服呢? 這部電影能否給我娛樂呢? 這部電影做得好嗎? 這部電影我個人喜不喜歡呢? 一時之間我都給不到答案自己 大家說Titty其實是一個我相當喜歡的導演 連互鬧之極、瘋狂狡撈的 低俗殭屍幻出征我都非常喜歡 更不要說在我心目中評價相當高的陽光兔仔兵 簡直就是笑中有淚 一身人怎樣都要看一次的佳座 它裡面劇情的流響簡直就好像一個公仔機一樣 一下夾住了我的心 然後將我的心連同血肉 一起掉下去出公仔的位置 我再打開公仔機的一個蓋子 血淋淋地把心拿出來 然後裝回自己的心裡面 之後才開始流淚 那個感覺就好像自己三拍了一個洋蔥一樣 所以我看完《雷神》第四集之後 那個心不舒服的原因 莫非是因為《Tai Kawatiti》? 因為它是《Tai Kawatiti》 所以我希望它可以給我更加多的東西 所以這一套《雷神4》 沒辦法只滿足我 想真點又真的可能是 因為講瘋狂胡鬧 它比不上我剛剛講過的低俗殭屍幻出征 而搞笑這件事就是同樣一塊椒皮 同樣都是踩上去跌倒 觀眾笑和不笑是一個分水嶺 而觀眾笑完之後有沒有東西帶走 又是另一個分水嶺 而《雷神4》在這個分水嶺上面 根據我個人那場的觀察 我覺得有80%的觀眾是在笑的 但是第二個分水嶺呢? 我個人就覺得過不了 我個人接受不到Jane Fosser 一個科學家 拿起了個鎚之後就會喜歡病發 不停地嘗試搞笑 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得著 或者你會說 一套笑片 有80%的人笑 有75%的人覺得好看地走出來 你還想怎樣? 你整天裝了東西在這裡說教 說得好像只有你一個色看戲一樣 無聊裝四條 或者讓我自辯一下 我不是無聊裝四條 而是我對Tai Kawatiti是有期望的 我希望她說的套神者的故事 可以令到我們反思 信仰或者宗教 究竟在大家心目中有什麼分量 我希望她說 女雷神患病的時候 可以令到觀眾想一下 生命有什麼意義 我希望她說 Love and Thunder的時候 在這個婦女情投射的新故事 但到最後我離開戲院的時候 我所有的期望都是落空的 而且這一套電影的成品 出來就好像一堆抖音片一樣 其實分開每一段看都挺好笑的 但當你連續看了一個多兩個小時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懷疑 這樣用了時間對自己有什麼得著 而這個離開電影院 覺得怪怪的情況 已經不是第一次在我身上發生了 而對上一次是什麼時候呢? 我很努力地去回想 我想起上一次就是我看DZ正義聯盟的時候 那我就明白了 一個明明可以拍到《戰狼300》的大導演 為什麼會拍了《正義聯盟》出來呢? 因為華納的干預 一堆外行人看著他Excel 對電影指指點點 不讓導演說事 不讓導演用他想用的時間 去聚述一個故事 最後出來的故事 就是一堆劇情的工具 而不是角色 去硬解釋劇情流向 感覺就像一堆打鬥的場面 強行用設定連結起來的一件作品 先回來 一個明明可以拍到《陽光兔仔兵》的導演 為什麼會拍了《外遇雷霆》出來呢? 答案就是迪士尼了 我是有證據的 就是迪士尼的電影是不可以有血的 一個明明可以拍到《陽光兔仔兵》的導演 為什麼會拍到《外遇雷神》裡面的所有神死的時候 都會爆一堆金色的東西出來呢? 說真的,聖經都說 人是根據神自己的樣子來製造出來的 那為什麼拿一把菜刀割開自己的大動物 不是噴出一些金色的東西來的? 就是了,解釋不到嘛 所以這堆金色的血就是迪士尼加入的最佳佐證了 那怎樣才可以解除我這個不滿呢? 很簡單 不如迪士尼在《迪士尼》裡面 出一個導演版給我這種人 讓導演可以隨心所欲地說下一個故事 讓她的罪事部分不用被人剪掉 讓她可以將搞笑的位置加在一起 讓她可以有時間建構一下男女主角的愛情關係 讓哥兒和雷神兩個老爸 可以有少許時間和女兒產生一些親情 你看人家HBO做得多好? 正義聯盟導演版真的上到數 很多人都是因為她而read了HBO高的 好了,或者又等我講一下 我覺得導演版應該要是怎樣了? 首先可以說多一點哥兒和女兒的一些生活細節 除了頭幾分鐘其中一次討之外 可以加多一兩件事 去等哥兒加深她的信仰 然後等哥兒殺第一個神的時候更加順暢 更加令觀眾理解 其次就是可以給點時間女主角阿Jane 去經歷她的5 stage of grief 即是面對災難和死亡的五部曲 由否認、憤怒、懇求、沮喪慢慢變成接受 同時也可以藉由角色的行動 去等女雷神和雷神之除之間產生連繫和感情 之後就可以等觀眾和哥兒 一起去找十幾二十個神被殺 目的就有兩個 第一就是營造她最後和雷神決戰的時候的緊張感 如果奸角不能打的話 英雄其實是沒有事做的 而第二就是令哥兒在過程中 可以發現雷神的斧頭 就是去Eternal許願的藥士 然後雷神就可以返回阿斯嘉 因為哥兒有個正當的理由去找她 而且可以說明為何哥兒要捉小朋友去聊天 因為本身這件事是綁架 而屬金就是雷神要開門給她去Eternal許願 然後就是雷神今集最貴 又是最廢的終極劇情工具奏師 要除婦、要說廢話這些釋除尊扁 但最重要的是要被圖神者出場 打穿咒師胸口這些重要的任務 應該是要被奸角去做的 增加她的立體感 整件事如果咒師越黑人真 故事就會越有張力 即是對於雷神來說 咒師是按鈎的 但她不應該被一個意外打穿她胸口 她穿胸口這件事 應該要在劇情中更加有意義才對 當打低了咒師之後 哥兒就可以吊低一句叫雷神 記得拿回斧頭去Shadowrun 換回弟弟子 然後就可以消灑又愉快地 傳送自己去賴又圍的家 就可以接回最終的決鬥場面 以及在Eternal前面許願的一幕 如果有一個這樣的導演版 你又會不會喜歡呢? 大家可以留言說一說你的意見吧 想完這個導演版的流向之後 我再想心一層 我想我終於明白了 離開戲院的時候 心不舒服的原因 真實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Tai Kawatiti 而是因為我預計到大家的反應 當這件事如果發生在DC身上的時候 大家都會很樂意衝出來炮轟DC 但當這件事發生在Marvel上的時候 大家都可能會呆一呆 然後就會開始享受碎片化的搞笑版雷神 我想我最不舒服的點 其實就是這個 雷神3和Marvel宇宙裡 全部關於雷神的復筆 在故事的頭十五分鐘 已經全部推翻耗盡 而Jane Forster 由一個認真的博士 變成了一個喜歡病的小學生 雷神由一個憂鬱小身 變成了一個動督小將 兩件武器由Pops 變成了增風合燥的綠茶表 這些東西其實只要故事將力夠感情足的話 我其實是可以原諒的 但現在變成這樣 我覺得迪士尼真的要停止再干涉創作 就好像Miss Marvel和月光騎士一樣 規定了第四集 最後一定要來個大Treats 或者好像雷神4一樣 把所有的Duration 給了無厘頭的搞笑 而不再講故事 就會很浪費這個全球最紅的宇宙 好了,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這麼多 如果想接收多些類似的資訊 或者看多些我們的評論 麻煩幫忙CLS comment,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我是阿光,下次再見 拜拜